先扯居看到父親寫這份表章 知道父親一定是死在敵國手上 當堂放聲大哭 接著要帶領兵馬打入敵國陣營 來救元帥 那時候 毀缺聯盾 胡耶夫都聽到消息了 集齊山來帶影 就苦苦勸著先扯居 就說要首先派人去打探元帥的生死 然後才決定下一步 正在這個時候 敵國派使者來了 說要用元帥的屍首 來交換敵國國軍的屍首 於是大家就約定明天一早 鎮前來交換 先扯居痛哭一輪之後 然後就對進國的將領說 敵國是最不守信用的 明天我們要加以提防 要在鎮前迷伏好軍馬 已備萬一 到第二天 兩軍對陣 進國的大將先扯居 穿著一身孝服 坐著一輛兵車 來到鎮前 來接父親的屍首 那麼敵國那邊呢 因為見到先診死的時候 燈眉怒目 敵國將軍扣兩次 頭先診才肯扑低 每個人都以為這隻鬼很猛 就怕死得罪他 就將那些箭 都吞出來 用香水來洗乾淨血戶 穿上錦袍 裝上兵車 好像生人一樣推出鎮前 善斜鞠跪低 接了父親的屍首 進國呢 也用一輛兵車 裝著敵國國軍的人頭 還回來給敵國 那敵國還回來的 是一副香噴噴的全屍 進國送回去的是一個 血淋淋的人頭 那時候 敵國國軍的弟弟 就趕來收大哥的屍體 見到這樣就不服氣 哎呀 你進國未免欺人太甚 為什麼只給我們人頭 進國的士兵就說 你們國軍的屍首已經調到山坑了 你自己去找吧 敵國國軍的弟弟 就沒有起開山虎攻過來 知道進國也早有準備 前有先扯鞠 左有規決 右有聯盾 三路大軍就押過來 敵兵當堂就大敗 調轉馬頭就走 被盡軍殺到七零八落 那敵國國軍的弟弟就落荒而逃 忽然間前面閃出一圓大將 橫哥立馬 大喝一息 敗軍之上還不落馬 受降 相待何時 那敵國軍的弟弟就打算 那敵國軍的弟弟就想著這回 就必死無疑 那敵國軍之下 那敵國軍之下 後代將軍 今天就放我一條生路 第二天我一定是厚厚 答謝將軍的大恩大德 那胡椰姑聽見她說的舊時的事 就有些心願 好吧 我放你一條生路 就快點回去吧 講完就舉起長矛 去訪一槍就放走了她 後來呢 這個敵國軍的弟弟就接了國軍之衛 果然是報答胡椰姑 此乃侯華以後再講 那現在說回晉國這邊 將敵國入侵的軍隊殺到片甲不留 大鑊全盛外旋而歸 就可惜只是死了那位元帥先診 盡相公知道先診死了 十分痛心 親自出醒去迎接先診的屍體 一邊摸著先診的遺體 一邊講 元帥死於沙場 應靈長載 元帥祝福寡人的事 寡人不敢忘記 跟隱 盡相公 就在先診遺體面前 敗先且居為元帥 用他來代替父親先診的職位 先診幾次為進國立了大功 也算是一個文無相傳的人物 後人也很敬仰他 在他陣亡的地方 立了間廟來紀念他 盡相公安葬完先診後 就帶上三軍 那個規決射死敵國國軍 立了頭功 盡相公就對他說 將軍能夠用戰功來彌補你父親的過錯 現在就把你父親以前的封地 統統還回給你了 然後又重賞聯資 表彰他推薦規決有功 看來這位盡相公 雖然沒有他父親盡民工從耳的本事 也算是一個首業之人 你看他 善辰一口飯噴到他的臉上 他居然能夠容忍 還能夠承認自己的錯 這麼大的侮辱 平常人都不容易忍受 何況他是一個國軍 還有一樣 就是這個盡相公能夠用忍 賞罰分明 他決立了功 他就將沒收了他父親 域內的封地還給他 故此 朝中大夫三軍兵將 也都信服盡相公 所以盡民工雖然死了 盡國的霸業 還能夠繼續維持 亦有他的道理 盡相公打敗了敵國之後 就吩咐先撤去 要三軍戒備 時刻準備秦國來保守 盡相公確實沒有猜錯 秦國確實日夜練兵 來到雪崖山之恥 原來 原來 孟明是他們三個 在崖山被圍攻的時候 秦目工已經接到消息 知道這一回一定空多吉少 秦目工日夜要牽掛 吃就吃不下 睡就睡不著 後來 邊關首長來報 說公正的大軍已經在 進國崖山全軍覆沒 三歲走掉了 現在剛剛過了黃河 準備來建軍請聚 那個時候 朝中有些大夫說 孟明是三個喪屍辱國 罪當斬 當年楚成王殺成德臣 來到整肅三軍 主公也應該殺了這三個人 以政國法 秦目工就說 這件事 是寡人不聽 剪叔和百里系的勸告 是寡人的過錯 使得三個元帥受苦 錯在寡人 怎能夠責怪他們三個 等到三歲回到京城 秦目工親自大孝出城 去迎接他們三個 幾千精壯儀郎出征 現在只剩下三個回來 秦目工就真是腦淚中環了 抓住孟明是的手說 三位元帥受苦了 幾千將士英勇捐軀 都是寡人之過 哦 亡三歲今後發奮屠強 雪崖山之恥 孟明是三個 見到自己打了這麼大的敗仗 不但沒有殺頭 國軍還親自出醒來迎接 三個人真是感動到 流著眼淚上來跪下說 神奮身碎軍 亦難報主公的恩德 秦目工這一回卸面三歲 講明秦目工 亦確是有為之軍 舊時呀 那些做皇帝做國軍的 總是將自己打扮成他 永遠是對的 什麼都是自己對的 所以人家出力打贏了 功勞歸了他自己 就說他祖先有領 祖宗保佑自己領導有福 打敗仗就賴了下面 找人來當替罪養 現在秦目工能夠承擔責任 不理朝中大夫的閒話 沒有將孟明氏三個殺頭 這樣也算是很不容易的 再講一個孟明氏 自從崖山大敗之後 果然發奮套強 日夜操練士兵 咬牙切切 一定要報仇解恨 過了兩年 孟明氏就向秦目工要求出兵 去攻打進國報仇 秦目工就派回孟明氏 自白月秦西黑術三個 帶領軍馬去攻打進國 孟明氏上一次在崖山中了埋伏 他的心就死都不服氣 認為進國不過靠山勢險惡事才埋伏打贏了 如果在沙場上決戰 進國怎麼都不是自己對手 所以這次孟明氏就帶領軍馬 在平原地帶攻過來 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孟明氏這一回來到 宗明氏氣勢洶洶 來勢勇猛 孟明氏 至於晉國自從放庫歸山 日日夜封得實 還派人都秦國京城來打探動靜 秦國大軍一出發 或者晋国就接到密报 晋相公就召集群臣来商议 晋相公就说 若好三年 现在才两年 晋国就提前来报答我们 接着晋相公 派先且居为大将 召唆做副将 带领大军去迎战 先且居就说 与其被他打进来 不如先下手为强 行先一步 打入秦国 在秦国做战场 三军将士听到 元帅先且居家的主张 大家十分拥护 当然了 两个人打架都没那么笨 在自己家里打的 用不着连家伙都打烂了 何况打仗 四人倒屋的事 自己的老婆子女都在晋国 那当然在秦国做战场 有好处 所以三军将士斗志昂扬 行军行得非快 总之战场来自己家乡越远越好 故此秦国大军都没到 晋国大军已经打入秦国了 那时候 那个被先陈元帅 赶扯了将军 狼审 就带着百几勇士来求见 狼审对先且居港 当年先陈元帅说 狼审是无用之人 赶出军营 今天 我就请求参与攻打秦国 并非想立什么大功 也不是来求元帅录用 不过想一世以前的耻辱 那先且居 就比他父亲先陈道量大得多 他也觉得自己父亲 敢来对待狼审有点过分 所以他就起身拉着狼审的手 说将军过去的事有他 王将军为国立功 前且他就收留了狼审 和他带来的百几勇士 晋国大军 刚刚入到秦国的边境 孟明氏已经带领 四百部兵车赶到来了 这回就不跟熬山大战 这回就硬打硬 两边军队就排好阵势 明刀明枪 看下谁打得赢 那么两军队阵 孟明氏一心要说耻 上次打败他的元帅先陈已经死了 现在就要向先陈的儿子 言任元帅先且居来挑战 你缺个胜负 两位元帅就亲自交锋 这回一旗逢敌手 仗玉良才 打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 秦国的富翠百月丁和西黑树 就统领军马冲上前来作战 进国这边 胡耶姑和毕决两员大仗也飞马来迎敌 哎呀 一边是逼着一套怨气 现在要来报仇雪耻的 所以怒火冲天 另一边呢 是已经作好准备养精畜律 一心要先发制人 所以气冲斗牛 两家各不相让 旗鼓相当势君力敌 战场上杀声震天 忽然间 进国大营冲出一队勇士出来 个个连盔甲都没穿 手拿着大刀长枪蛇矛划击 通通都没骑马的 好像水银落地那样散 一见到秦军就杀黑 大头的位置 就是将军狼审 狼审那把大刀 没得像一团雪花似的 秦国的士兵被他杀到怕 见恩他来就敲 秦国的弓箭手用箭射他 那他没穿盔甲的 身上一连中了几箭 胸口和背脊都插着箭 知狼审咬着牙关大声喊 尽忠报国 碎死犹生 冲啊 他整身血 两只眼就好像碰得着火会出烟的那样 过马大刀东斩西劈 一只受了伤的猛虎 还得人害怕的 秦国的兵将果然被他客怕了 稍微折了一下 到处来找狼审 那时候狼审已经身负重伤 打仗那时候 就狂了 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冲锋杀敌 一打胜仗就支缠住了 整个仆在地下昏迷不醒 冲刺就抬他回来 袁碎先扯鞠一望 哎呀 狼审遍体淪伤 满面鲜血 已经奄奄一息了 先扯鞠就上前对他说 将冲英勇 今天立一大功啊 狼审瞎大眼望一望 先扯鞠 出尽力的感觉 多谢袁碎家长 今日黄泉之下 先趁袁碎 也不敢说狼审 是个无用贪功之人啊 哈哈哈哈 笑了三声就断了气了 先扯鞠就下令 将狼审的尸体 运回晋国 这一次打了个大圣仗 外旋而归 晋相公就十分高兴 就进行论功行赏 袁碎先扯鞠就奏上 今日之声 全凭狼审的功劳 神不敢领上 晋相公就追赠狼审为上大夫 狼审出殡那天 晋相公就下令满朝文武都去送葬 来到表归狼审的忠勇 那这位将军狼审呢 一直受到后人的称赠 说他能够不计私仇 以国家大事为重 一心报国 他并没有因为个人受到委屈 受到侮辱 就自暴自弃 就自舍身报国 所以名传千古 对袁碎先扯呢 亦好多非议 说他心胸狭矮 将一个这么忠心爱国的将才 罢官不勇 正如当初狼审讲的 仲须有日 善陈无面见狼审 那现在呢 说完晋国这边 又说完晋国了 孟明是这回就输到贴地了 上次在崖山打败仗 就说中了别人的迷伏 这回大家振前斗勇 仲是大拜仪会 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孟明是就换上一身 囚犯的衣服 叫士兵绑着自己 运在囚车上 派人去报给秦穆公知 要求将自己斩首服罪 谁知道呢 孟明是压戒到回来那天 秦穆公亲以出郊外来都接他 还亲手将绑在孟明是身上的绳 锤下来 对孟明是说 你一年打了两场大败仗 教训是一定不少的了 打圣仗的办法呢 就固自然不容易得到 只是打败仗的教训也不容易得到 你好好地想想想 你一败再败 到你何在 失败为成功之母 你好自为之 帮秦国说两败之耻 孟明是那时眼泪一滴一滴滴流下来 他不单止感激秦穆公对自己这么人口 这么信任 秦穆公那番说话 好像一支利箭一滴滴入他心中 孟明是想到自己不足之处 自己身为元帅 国君这么信任自己 将这么重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怎么能够自凭一股勇气 自靠猛冲猛打 就想虚幸取胜呢 平日只知训练士兵打仗 只碰上好像狼审那样不怕死的人 就不够人家拼了 为什么呢 将士还未是真心为国捐躯 还未做到捨死亡生 自己一直都不肯承认自己的短次 故此一败再败 害了这么多将士的生命 害了国家蒙上这么大的恥辱 故事 做了秦穆功对自己的恩德 好一个猛名士 知道自己错了 痛定思痛 他下定狠心 重头做起 他首先 将自己家里的财产 变卖了 将自己的身份 拿出来 用来抚衰 阵亡将士的家属 他还搬进军营里面住 跟士兵一起吃粗粮 吃咸菜 每日一起训练 各样都新鲜事出 跟士兵同金共苦 不单是操演振发 训练武艺 还跟士兵讲解 应该点了为国尽忠 来到激励仗士 要在明年出兵为国雪耻 谁知道 刚刚过了半年 秦国就没去打进国报仇 进国才打上门来 原来 那个晋商公 虽然在边界 打败了孟明氏 但是他也知道 秦国的元气还没伤 孟明氏依然当回元水 进商公知道 这个孟明氏一定不肯罢休 故此想先下守为强 排线车居 统领大军 统联合了宋国 陈国 郑国 一共四国军马 一起来攻打秦国 日下战就占了秦国边界两座城池 那时候 孟明氏正是日夜埋头练兵 朝中大夫就对秦穆公说 孟明氏两次败于晋 现在埋头苦练 这回是不是派他带领大军 打败晋过来都报仇呢 秦穆公就说 那要看看他自己有没有把握 就派大夫去问孟明氏 那个孟明氏呢 现在整个变了 照他以前的脾气 晋国打得进来 你不用叫他 他漏夜就赶来请战 现在国军派大夫来问他打不打 他反而说 晋国占了两个小小城池 他孤军深入 必定不敢再攻进来 边界小城池不如暂时任他先 现在我们还没准备好 匆忙应战会吃亏的 以后再说什么 哇 孟明氏不想他打仗 一下子就传开去 说孟明氏 现在老虎变绵羊了 怕晋国 躲在那里 假装说连兵就不敢出战了 有些又说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国家被人欺负成 还不敢上阵呢 这些人做得完碎的吗 总之有这么难听就说这么难听 孟明氏听到呢 只是一笑致之 豪不理睬 有些人呢 直接就向秦木工告状 说孟明氏已经被晋国客破胆 大军之杖不足以言勇 请主公令太人当言帅 大令军马去认敌